内浦乡新生国小教师吴淑竹 退休后从老师身份 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小提琴志琴师 天天与刨刀木模板为伍 因为他要志琴给一群 从新生国小毕业 对音乐怀抱憧憬的孩子使用 我后来有成立一个乐团 那成立乐团的原因是因为 孩子毕业之后 他们现在都毕业了 读过中了 然后我也很担心 他们脱离了学校之后 其实就没有机会再接触音乐 因为学提琴 它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学起来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也非常难得 然后我希望他们毕业之后 其实还有机会 就是再继续再有机会再拉提琴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好 那我就成立一个乐团 对然后我们自己做琴 然后给小朋友拉这样子 吴淑儒多年前陪伴学校的孩子练琴 也拉出兴趣来 因为小提琴 大提琴都是昂贵的乐器 多数学生家里都没琴 后来他成立龙泉爱乐乐团 让对提琴有兴趣的学生 能继续拉琴 但是乐器数量不够 于是他向提琴老师 黄胜燕学制琴 至今已制作五把小提琴 因为吴淑儒是美术科班出身 他把琴都当成艺术品来创作 从琴头琴声的设计 就能看出琴的与众不同之处 在木料的部分 我觉得是有帮助 还有提琴的造型 上面我觉得是比较可以的 因为我们以前在美术系 其实也有机会接触到木工 所以这些工具对我们来讲 是比一般人好一些些 这小提琴工序繁复 吴淑儒认为这是门很深奥的学问 他学了三年 现在还是在摸索 完成一把琴真的很不容易 工时至少要100个小时以上 从制作内膜 琴的面板 臂板及侧板 到琴头琴板 相线 挖面板 背板内侧的弧度等 每个锯 模 镯 挖等工序 都考验制琴者的功力 像我现在的心境 因为退休了 所以我现在最大的成就感是 我觉得我有被需要的感觉 就是我也很感恩 就是我的才华 有人愿意欣赏 所以就是像在 之前的部分 有一些客制化的 然后像 其实我还有画壁画 那现在有人看到我画很喜欢 然后希望我去帮他们绘制 这个我也觉得很棒 然后可以陪小朋友拿琴 陪伴他们一起学提琴 然后一起合奏 这是我最大的快乐 在制琴过程 吴淑儒对每把琴都充满期待 这是他制琴的乐趣 而他退休后最大的成就感 就是看着乐团的孩子快乐的拉琴 或是有人欣赏他在工作室画的壁画 因为他觉得有种被需要的感觉 这是他快乐生活的泉源 评论新闻张如荫 张志豪 采访报道